周也被封杀,有点名气就把自己当巨星,对着央视耍大牌,顶嘴还狡辩,网友,你可真牛,明星耍大牌在娱乐圈中应该是常有的事情,但敢耍大牌到明面上的人还真不多,因为是轻一旦出圈了,路人员无疑是会遭到严重影响。 就比如,邓维,在机场纵容工作人员大声训斥粉丝,态度相当狂妄,而那个时候他还没豁起来呢?即便是现在人气上来了,邓维也成为小牌大耍的代言人,让不少观众对他始终没有好感。 还有吴景言,更是因为耍大牌差点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严喜攻略爆火后,他与中国电影频道官方预约了采访,工作人员都已到位,设备也加好了,结果他说不来就不来,还得让人家支付场地费。 这一波实在是给六公主气到了,直接发长文痛批吴景言。尽管他后面也道歉了,还是让口碑一落千丈,很长一段时间都没什么热度,也算是吃到了教训。 其实娱乐圈更讲究人情事故,明星们起码在镜头前都得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偏偏又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演员当着六公主的面甩脸色。 是装的,走到后台的周也被团队人员簇拥,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明明他的眼神都看向了电影频道官方的镜头,结果下一秒就撇开了视线,无视工作人员向他打招呼,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好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多大的万呢?关键这可是官媒啊,要知道当天官媒发布了许多条后台的花絮。 刘浩存、张亦凡、邓超、纳燃等明星面对镜头都格外热情,官媒在后期剪辑时也加了BGM,并且语气欢快,一片和谐。 到了周也这里,啥也没有,六公主真是一点不惯眨,直接将未剪辑的原视频放出去了。 这下谁还看不出来官方是因为周也耍大牌而生气了。 舆论发酵得很快,周也这边见状不对,也赶紧让粉丝狡辩,声称官方采访时没有标志,所以周也还以为是带拍呢。 但是实际恰恰相反,官媒发布了采访合计,每一个工作人员的胸前都有胸牌,穿着统一的工作制服,话筒上有着明显的台胶。 还有一个视频中,邓家家从远处走来,还没等官方打招呼,一眼就认出来了,直接问,是官斗吗? 可见这锅不应该让六公主去呗,而且这件事中还有一个让观众无法接受的点,那就是普通打工人太难。 采访周也的工作人员很温柔地跟对方打招呼,却连个斜眼都得不到,这委屈一下子就让网友们带入进去。 明明周也在自己老板面前也是一副卑躬屈膝的馋们样子,在工作人员这边拽得二五八万。 不过,有些人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厚,背刺了打工人一刀之后,居然还转变视角,将自己放在了打工人的位置。 而这些为周也洗白的话术也都相当统一。 一人就一定要配合采访,没有拒绝的权利吗? 没有接受采访就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卯络攻势,求归还周也表情自由。 看到这些言论,真是要把观众气笑了。 身为明星,赚着二百零八万,还要随心所欲地甩脸色,连基本的礼貌都不顾,咋不上天呢? 当然,除了六公主,其实台下周也面对其他媒体也没个好脸色,不知道的还以为别人欠他钱。 台上台下两副嘴脸,太吓头了。 而且不敬也还顶嘴狡辩,不停甩锅,各种洗白,迟迟不道歉。 这一系列的骚操作都无疑是暴露了内余流量明星的素质开忧且内心傲慢的问题。 连二有点名气就飘了,这年头,有点名气的明星都容易飘到天上去,周也火了之后也开始作妖。 烟雾能力差的一批,连表情管理都不到位,演戏经常五官乱飞,不反思自己,居然只想着去找替身。 有网友爆料,周也在拍摄女将星期间找了足足五个替身。 其中找五替,可能是因为有些高难度的动作需要专业人员上阵,招脚替可能是因为周也的脚太难看。 但玩替是搞什么鬼,恐怕他连台词都念不明白,需要找个人全程代替他吧,毕竟周也可是将忏悔读成了惊悔的那余文芒一枚。 而且即便是自己演过很多古装剧,周也还是没学会骑马,片场骑着假马都不行。 非得专门找个替身来演。 躺平状态与天价片酬现象,确实在社会中引发了一些讨论,在演艺行业中,高片酬与个人专业能力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问题,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根据社会主义和新价值观和中国的文艺政策导向,演艺人员除了追求艺术成就外,还应当注重自身品德修养,以得一双心为追求。 从一路上人认重道远,额为先,这句话强调了艺术工作者在职业生涯中应当以德行为基础,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和道德水平。 确实,艺术家的德行和义德是公众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观众尤其是年轻粉丝有着不可忽视的示范作用。 至于您提到的耍大牌,这通常指的是某些艺人因子是过高而在工作中的不当行为。 在任何行业中,专业能力和职业态度都是赢得尊重的前提。 对于艺人来说,只有通过不懈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才能赢得同行和观众的认可,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中国演艺行业近年来也在不断加强行业自律,推动形成健康有序的行业生态。 例如,对于不合理骗酬等问题,相关部门也出台了指导意见和规定,以促进演艺行业的健康发展。 总之,无论是躺平还是天价片酬,这些现象都反映了行业和社会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探讨和解决。 对于艺人个体来说,坚持得一双心,提升个人素质,是赢得观众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 周也与六公主的这件事情,其实还没有彻底结束,网友们一直在等待着周也这方的回应。 从目前的舆论情况来看,低头道歉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毕竟大家只想要一个态度,强硬地跟央视官方去对刚,对他未来的事业发展也不好。 更何况周也选择参加这次的活动,也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新电影云边有个小脉步,眼下舆论沸沸扬扬,口碑下滑,难免不会对票房造成影响。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娱乐圈里,人情事故都是年轻人要学习的东西。 虽然水都有冷脸自由,但基本的礼貌必须要有,这是公众人物要呈现给大众的三观,如果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岂不是遍地都是耍大牌的情况了。 很显然周也这届时也给其他明星敲响了一个警钟,出门在外,千杯刻在骨子里,从一先从得,谨言慎行,没有坏处。 我会做这届时。 感谢观看